电视剧白眉大侠改编自善田方的同名评书 在以前写的文章中也表示过 电视剧在原评书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程度的改编 虽然保留了不少的精彩回幕的故事情景 但是电视剧中的人物谱戏被修改的幅度 打破了评书中的人物设置构甲 原评书中一位是外高人 在电视剧中被加了不少戏 这个人就是善打摆布神拳无影掌的陶福安 在剧中陶福安把功力传给了徐良 最后诗的徐良有了一战武圣人鱼和的实力 因为在电视剧中删掉了很多评书中的角色 导致有些角色的戏份 不得已需要嫁接给剧中出现的角色 比如在电视剧中出现的徐良的死对头紫文金刚王顺 他的寿宴恩师金掌佛禅也在剧中出现 而比他武功高很多的沃佛昆仑 绝命剑客叶秋生等人并未在剧中出现 所以在电视剧中金掌佛禅的武功也被提高了一档 在电视剧的八王类中 金掌佛禅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 即便陶福安有天大的本事 也经不住他一队金掌 在评书中的武林高手排名中 金掌佛禅的实力基本是排在50名海外的位置 而陶福安即便是加上龙虎风云会里新出场的众多一流高手 凭借摆布神拳无影掌正门功夫的陶福安 也能稳居前十名 其实在电视剧《白眉大侠》中出现的高手 他们的实力确实与评书中大不相同 比如在电视剧大结局时 天龙仙师挥剑 挑了金灯剑客夏岁良 就让不少书迷感到意外 不过在电视剧中普渡 雪橱连等这些高手都没出场 要收拾夏岁良确实需要个高手 陶福安已经中毒 所以拿掉夏岁良的任务 就落在天龙仙师的身上 这也无可厚非 在剧中金掌佛禅 因为眼见爱徒王顺自杀 最后心灰意冷 打算反三上门联盟 最后死于同伙 暗算之下 而在评书中的金掌佛禅 被徐良砍掉了一只手后 就一直隐居不出头 可他并没有如非剑弦朱亮那样 改过自信 而是一只隐忍练弓 伺机暴富 在水浒外传中 金掌佛禅再次出来兴风作浪 这时白云瑞已病逝 而徐良已经成为了白美大剑 金掌佛禅已经远不是徐良的对手了 所以他不敢找徐良报仇 在白云瑞病逝 可惜才三十多岁后 感谢您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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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再次一批